在后疫情时代要吸引外资远比过去艰难 沙拉越副首席部长拿督阿玛阿旺阿登 认为各州不能单靠联邦政府提供的奖业和地理位置 或天然资源生存 而是应该改善投资政策 打造轻商的发展环境 吸引外国企业进驻 沙拉越副首长阿旺登亚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沙州政府一直以来 不是光靠策略性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天然资源去吸引外资 而是从根本了解外资的需求 打造一个适合投资的商业环境 让投资者受益 从地理位置优势来看 来往沙拉越和中国两地只需要6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目前州政府正努力改善当地道路和码头的连接 提升空路、水路以及通讯系统 阿旺登亚指出 沙拉越连续三任首席部长 过去一再根据时局变化 不断改善州内吸引外资的投资计划 招揽高素质的投资者 他说要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能依赖中央政府提供给投资者的奖业 阿旺登亚有信心 沙拉越在未来两年内依然可以获得157亿令吉的投资金额 让犀鸟之乡继续成为五国其中一个主要的投资地点 此外州内政治局势稳定 也增加海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吸引商家进驻投资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